明爵 HX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车型 我们来到了它的一个设计为主题的 一个外观的首秀上 那既然是设计主题呢 我今天其实我看到这个车 我也很想去驾驶它 但是没有机会 那所以我就请来了 今天能够给大家深度来看这个车的 一个我的好朋友 也是业内的中国最好的 最帅的汽车设计师之一 他现在听不到我在说什么 请一下邵锦峰 邵总 三汽集团的全球设计总监 大家好 然后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邵总其实负责荣威跟MG品牌的 所有的近几年代看到 所有车型设计都是出自你和你的团队之手 是吧 所以大家可能会想不到 因为明爵一直说自己是英国品牌 但实际上这个品牌现在已经是一个 我们中国人来操办的一个 包括整个设计的一个国际品牌 是吧 所以邵总今天跟我分享了很多 就是这个车设计过程中 其实跟我们设计纯粹的中国车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关于英国品牌应该有的思维在里头 是吧 所以我们就邵总带着我来讲一下这个车的很多设计 其实大家设计当然是第一眼的东西 但是其实有很多由头 理解了之后会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这个前脸 我知道每一个东西都有出处 对吧 这种东西全部都有出处 这出处不是说灵光一动这样好看 是吧 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这个隔山最大特点 它是一个跟我们登的是有联系 但是它更大的特点是有反凹弧面 那么让这款车有极具的一个车头 下架的时候 一种吸气的感觉 它是跟性能感是非常相关的 那么跟英国车所强度的动感 你把它要转化成合影关键词的话 你没有性能哪来动感 所以同样它的奔跑的时候 像一个猛瘦的奔跑的时候 它有很强的吸力的作用 它没有做鼓 一鼓就蒙了 所以做反凹在这里 那么另外呢 它这个专属的隔山里能给人感觉 它是一个宽阔的 视觉上在整个在面表 沿着它是很大气的感觉的 那么它的价值观 它的正向的能量 都可能通过这种布局来展现出来 对 我知道其实你也根据中国人一些 个别很小的喜好做了一些改变 比如说以前英国车都是竖条多 竖条多 是吧 现在就是满天星这种 满天星这种很闪耀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点呢 其实我们俗称给它说叫做满天星 其实来自于2011年世博会的上海 那种非常著名的建筑 一个种族 英国管 那个岔开的 岔开的 所有的设计原点其实是来自于它 但是你会发现明月品牌 它不同的车型 这个点还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到了品牌队长的时候 明月HIS会发现它的变化更加 自由奔放 绽放的那种感觉 那么形成它很强有力的魅力所在 在这各山上你看得到的 然后灯也是是吧 就灯这个眼神 眼神概念 非常数学状的graphic形状 但是我们在做这款车型 你要抓住明月品牌它的历史 它是动感的 有激情的 我们好像是荷尔蒙的 它要有一种眼神的概念 一定把它做出来 所以无论前灯尾灯它都是有一个非常很拟人化的一个特征 当然这种眼神可能像一个低着头抽你 而不是抬着头那种发萌的概念 在不断的让一种烈眼的灯的眼神 一种透露出一点犀利感 一点的激情感才能一样 对 就这种其实比较符合当下的潮流 大家喜欢这种阴眼 暴眼 但是其实我跟你交流 其实你还是觉得圆灯才是英国最经典的 这个字是最经典的 圆灯 但是这个时代下 我必须要跟现在的潮流要结合起来 把它缩到里面 但是勾勒出去 你看像捷豹以前用一个圆弧在这里 很古怪 所以我做emotion的时候 是把它切下来 但是上面可以打开 做一个远光灯来的 所以在不断不断的尝试 把英伦的特色跟现代的需求结合起来 对 说起那个Motion 那个概念车有一个叫X-Motion 就是这个车的原来的概念 把那个我在车厂的时候 邵总带着我转了一圈 特别印象深刻 那个车是北京车厂 我看到的最印象深刻的车之一 然后当时我最记得就是 它整个这种元素 包括这里这些灯 就整个车提亮的点 特别的鲜明 然后这部车的整个轮廓 它又是没有太多线条 所以这种特征的东西就特别鲜明 为什么就量产变成这样了 这个是吧 你懂了 另外它之前概念车上 它做的非常的复杂 一大片LED灯 也像它一样有放射状的这种 那这个制造的过程 包括今后的唯有成本都可能过高 在量产的时候把它简化了 但是这个形状是保留的 对白天看有光的时候 对它是强调这种有意思野性力度的成本在里面 让它的力量感在整个前脸还是存在的 包括这个其实都是很跑车化的这种细节 有个竞速前存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看侧面 其实这个是我个人最觉得眼前一亮的 其实现在看太多SUV 同质化太明显 这个车是我在北京车展的时候 看它的概念版 我已经觉得 就整个设计语言是不一样的 当时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会把它量产 我觉得那个样子应该就是冲着量产来的 对 但是在看这种真正量产版的时候 看到尤其是 尤其这个地方其实它非常复杂 就看起来简单的 实际上这个位置非常复杂 是吧 然后到这里这个车是没有肩线的 没有腰线 没有肩线的 然后在这里又有一个鼓起来 这个是很少见在目前的这种级别的SUV 这个车型其实在侧面是一定要回归到 英轮车它共有的特色 那么它的肩线上其实是从前面一段拉过来之后 到这里停掉 然后又拱起一段 那么这个是包括它历史上的MG 所有车型都共有的特性 那么在这代车型其实我们团队是把这个共性在MG 重新复活了 那这种复活把它在历史上 它强调那种感性的成分把它加强 取消这种非常同质化的间线 对这个其实还是设计那句老话 就是less is more 这个车其实大家如果去看它这条线 这条线其实并不像很多车这样是一直往上走 这条线其实本身就是从侧面看 它的姿态就好像是往下走一样 然后到这个地方又拱起来 然后它不需要再用什么腰线复杂的线条 去强调它这种姿态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眼前一亮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里我就觉得很神奇了 这个地方你看我自己也大学也做过设计 这个地方如果要做油泥 那个刮这个造型多难做 这个纯粹是很有生命体的那种设计 这种非常有生命体的感觉 那么就像一个动物在准备越起那一刻 发力的程度全部在这里来了 所以这种感觉对于一个车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所在 可能会彰显得淋漓机制的 力量感迸发的原因可能在这里 然后向前迸发出去 是这种感觉出来 它像一个大腿在准备要启动了 这种感觉 对然后我们看看车尾 就其实是一个很干净的一种设计 但是这个地方有故事是吧 这里收进去 收进去 那么这个尾部可以看出也是跟我们现在的很多车型 飞线条不一样 它其实减法做的非常多 包括这个上面都是圆弧下来 排照板的地方非常丰锐的一个刻画 提出了我这个从它到力量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部分 车灯是往两面是走的 同样的理念也是要做一个眼神的概念 当你从后面跟车看到这个车的时候 你会被它的魅眼所感动 然后我现在站在这里大面积的车漆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问这个漆很特别 是吧 这个漆是红的来 今天白天有光的时候 我看有点淘红 现在看有一点变紫 有点泛紫那种感觉 这个其实也有什么故事在里头 那么我们在其实在坐这个车的时候 就像我跟品牌部沟通的时候 他们所要求的明月品牌 要有一个魅力的魅力 你如果来体现这个妩媚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想象一个环境里面 如果是单纯的大探灯照你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你要加点柔光 加完光之后你感觉很单调 这个时候你加点紫色相 就像你调鸡尾酒是一样的 你的什么情感都会在里面 你的感性也会荷尔蒙就迸发了 所以这款车型里面 在红的色相里面加了一定的铝粉 让它泛了一点紫色相 那么尤其是你在换一个角度下 直看可能还是红 但换个角度上 个别区域展现了紫的 那我们想把它叫红的发紫 然后大红的 让我们的消费者买它的 有很好的寓意 我买了一个跟我的期望 我的职场 我的未来很相符合的 一种预想相关的 这可能是一点点中国文化 跟英伦文化结合的一地方 对 这个大家要真车 强烈建议去看一看 这个车的真车 这个红色非常特别 我就站在这里 这一片这一片这一片 反出来颜色是不一样 它又不是说那种工艺色差 它是真的就是天然的这种变色 然后讲一讲功能性吧 这个车其实后座是相当可观的 对 然后地台也是将近平的 所以它其实我今天拆 今天我没看参数的时候 我拆我说这车有没有4米7 实际上没有 4米5几 但它显出来就是挺显大的一个车 轴距也有2米7 然后在后座 我个人今天 我是先看后座再看前座的 我有一个地方被惊住了 就是这个座椅后面是全皮的 全部是皮质 这个在这个价位极其难得一见 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看这车 我想跟邵总深度交流的 就是关于车厢的质感 这也是给我很深刻的一个印象的地方 来 好 坐进来这个车厢 看得到的跟摸得到的都很不一样 给我其实说真话挺大的震撼的 就看得到的其实像方向盘还是熟悉的 但是整个这种格局 尤其中控台这种立体感不一样了 是吧 那在设计过程中其实呢 比如说你坐进的一个课里面 其实座椅跟你的身体第一次接触 然后它这种包袱感和运动感 是要很强烈的 那么一体式的带这种头枕的 特别漂亮这样的座椅 这个Alcantara这个地方露出来 你还看得见 你包括这里吧 你现在像叠在上面 加上红色的缝线 起上戳位置 这个非常有专属的 为了你而定制的一种感觉的 那么在内饰上呢 绳索处的地方几乎都是软的 尤其是你看腿在碰着的地方 都是真皮包袱的 对 所以然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 它人为的又挖掉一块 尽可能给你的膝部的空间要加大 但是这里面空间还是足够 所以在这里面 在这个设计上要达到它的巧妙 那这里面埋伏的这个凤雾光 无机变速的凤雾光 所有的功能加上你的触感 它是要紧密协调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地方 说实话之前的明觉 我觉得这个地方太普通了 对 现在这个就是立体感很强 然后门板这个位置 我刚才跟邵总聊 就是这种缝线 也不是只是一条缝线 而且它是像一个皮搭皮这样搭过来 低配的也是会有这种质感 低配也同样有这种质感的 那么在高配和低配上 其实在那次材质的差异上就并不是很大 那么主要是可能通过其他的形式 把这种配备可能进行拉分 然后我们有最重要的一个亮点 没有说就这个 这个我今天一上来 我就踩刹车 我就想着车就点这个 开过法拉利就知道是点火 但在这里有个惊喜 一点之后 它前面是切换模式切换按钮 对 而且它运动模式仪表特别像我们打那种街机 街坝那种感觉 我也是很年轻的人 游戏感 也是暴露年龄 打街坝就是暴露年龄 但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车跟人之间的很强的一个心灵 有微妙的感觉 你总想点它 对吧 然后想把你的激情释放 如果你把它隐含在按键里 就是感觉不出来 你把它拿出来之后 我想来放松一把 放松一把 你就想去点它 而且这个有时代感 刚才邵总告诉我说 就像微信上面那个红点 你看到就想去点它 对 很有意思这个 所以整部车就其实从功能性 从材质我是很满意 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惊喜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雨伞潮 专属的 对 专门为设计的雨伞 这个是放在车门底下的 有一个放饮料的地方 你看是在这里的 这样 而且做了一个MG的潮 这个之前 之前车上有闪的 之前只有劳斯莱斯 对吧 现在但是这个 邵总讲一讲 这种是MG品牌 想要特别照顾女性 还是说我们要 我这个雨伞有几种颜色的配置 那么这种颜色是专门搭配这款车型的 那么你看这雨伞也同样跟我现在这里这个缝线是如出一辙 有点搭接的概念 然后把它缝上去了 同样这里就像各大品牌一样它的logo是放在上面 对 做成年轻化的处理 对 那么整个这是电动伞 我宴谈会弹出去了 电动雨伞 非常的轻盈 我们挑了一个非常好的供应商 去帮我们去做这个 那么体渊出英伦特色 也就是非常古典跟现代结合在起来 这种要有一种腔调感 这是我们对这款明觉品牌的车型的追求 要有腔调感 这说到我现在不想跟你坐在这了 我希望把你换成一个女士 好的 谢谢少长 带我很深刻的就从设计的思路 从我们真正的设计者 就从零开始把这个车构想和打造出来 有很多的思路在里头 然后明觉品牌我听说也是未来 其实会跟荣威士 其实走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是吧 而且从这个车的内饰的这种质感来讲 整个车的氛围提高了 是 所以非常期待 接下来我知道这个品牌 还有一些很有趣很精彩的作品 也是在邵总的笔下 我们有机会去潜入你的工作重地 去给大家发爆料 好 OK 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